大家好,最近看了一个新闻,中国上海台湾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叫尼永杰 最近表示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上策是智统,什么叫智统呢?智力的智,智慧的智 首先是以和平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统一,制定一部新宪法,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完成统一 第二,则是采取军事、外交和法律等手段,定向定点、定时打击清剿台独 第三,他主张当中国统一的正能量足以阻挡反华势力的负能量时,统一就会水到渠成 这是尼永杰倡导制定新的宪法,制统台湾,这是台湾媒体报道 消息说,这个尼永杰是上海台湾检求所的常务副所长 报道引述,尼永杰19号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上海海峡两岸研究会合办的台海局势与中国周边安全研讨会中 做了上述表示 据尼永杰说,中国统一下策是五筒,速度快,代价大 中策是合同,时间长,但皆大欢喜 上策是文明统一的制统 据他认为,制统有三部分 首先是以和平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统一 制定一部新宪法 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完成统一 第二,采取军事、外交和法律等手段 第三,他主张当中国统一的正能量足以阻挡反华势力的负能量时 统一就会水到渠成 尼永杰并指,目前双方都应理性冷静处理两岸关系 建议要利用美国新政府带来的中美缓和机会 进一步缓和两个关系 尼永杰又指,两岸可能被第三方势力擦枪走火 提醒民进党当局,不要做美国炮灰 尼永杰还强调,两岸应该加强民间交流 建立民间紧急应对机制 我不知道尼永杰是不是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 我很难理解现在大陆这些学者对台湾还充满各种幻想 甚至给台湾提醒台湾人应对两岸的突发事件 还跟台湾人讲一讲两岸的感情 但是这个事说可以这么说 做要这么做 统一没有希望 我个人看看 台湾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应该比大家都知道 你就看看现在台湾网络上 台湾人投票 支持民进党 国民党被摁在地上摩擦 你就知道了 有没有人希望跟你统一 你看尼永杰提出台湾的制统三部分 以和平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同意 和平民主协商很好啊 这词确实挺好啊 但能不能做到呢 人家愿不愿意给你和平呢 愿不愿意给你民主协商呢 和平呢 我觉得台湾人是愿意和平的啊 但是美国人愿不愿意呢 所以我说中国的学者有时候吧 他跳不出自己那个思维 那个小的思维圈 他没有看到周围是虎视眈眈 就算美国愿意 台海和平 俄国愿不愿意 俄国愿意 日本愿不愿意 日本愿意 欧洲愿不愿意 欧洲愿意 英国愿不愿意和平啊 就这个台海问题啊 其实不是中国和台湾两家的问题啊 如果是中国内部问题啊 这事就很好解决了 现在还加个印度 印度也在打台湾牌 就是你吧 把这个台湾这件事 好像想象成是中国的内政啊 你可以这么说啊 中国的内政 但是你要这么 相信了以后 你这么做 我觉得那不会成功的啊 因为人家外国 我特别像那个 刚才讲的一些国家 一定要利用台湾 制约你大陆的 台湾是人家一个棋子 都在利用台湾这个棋子 你首先对台湾没有有效控制 你怎么能可能 说白了 跟人家谈统一呢 完成统一 统一对别的国家有好处吗 对台湾这帮独立势力有好处吗 绝对不会 拼死要给你一搏 想的都挺好啊 其实吧 有时候这帮合同派啊 我个人看法 就是一些画大饼 画完大饼以后 把美好的未来给你画个蓝图 然后就什么也不管了 就等着时代发展就完了 最后解决的 就是武统派 中国的很多问题都这样 那帮合同派上来跳 跳舞 画大饼 真的台湾开始独立了 马上合同派一声不值 赶快说解放军啊 解放军啊 我们的航母在哪里啊 这就是我觉得这就很有意思一点啊 就是他们每天画着个大饼畅想着和平 但真正人家台湾啊 包括美国开始打台湾牌的时候 有幻想着我们的航母呢 我们的解放军呢 是不是得打呀 这是最有意思啊 第二点 他说啊 采取军事外交和法律等手段 定向定点定时 打击清剿台独 你看 这是他也知道 武力啊 是必须的手段 武力 但是呢 武力是下策 这点我也同意 武力是下策 但你这个上策 你自己也没拿出什么方案 对不对 你不可能排除掉美国 还有其他国家的干扰 你包括 岛内的这些台独 不就是美国这些势力 扶持起来的吗 美国如果不纵容的话 你说岛内这个台独势力 能这么猖獗吗 美国是老大 其他国家跟着美国老大 美国老大想干什么 其他人复合着就完了 对不对 那如果美国这个 这关你过不去 中美问题解决不了 其他国家也不会表态的 还是中美的问题 而中美十年之内 你想想十年之内 美国可能跟中国缓了吗 修习底德陷阱吗 双方还是要竞争 所以我看完这个副院长 台海关系 副院长 我觉得真的 活在幻想之中 第三 他说当主张 中国统一的正能量 足以阻挡反华势力 负能量时 统一就会水到渠成 正能量 超越这个负能量时候 统一水到渠成 那我觉得很难啊 我觉得很难啊 我觉得这个副教授 应该想一想 副院长 你说统一的正能量 超越负能量 什么是负能量的 就是不想统一 阻挡中国统一 拿台湾问题当牌 那你想想啊 中国就算超越美国 世界第一了 GDP 这个负能量 和正能量比 你想想 能超越这负能量吗 咱这么讲啊 世界上一共有 270多个国家吧 就算中国超越了美国 美国是世界第二了 但是美国世界第二 拉着后面 从第二名 美国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包括俄罗斯 眼中钉 肉中刺 是谁呀 你中国呀 哎呦 你利益了 你这么有钱呢 你过上好日子了 不行 我心里不平衡 那我想这个教授 应该想一想 这个负能量 不希望中国统一的 这个负能量 到底是大了 还是小了 中国什么时候 正能量能超过负能量呢 什么时候 永远超过 永远超过 外国势力一定会干扰你 统一的 这就是我说 你看看外蒙古就知道了 你以为你经济超越外蒙古了 外蒙古就跟你统一了 俄罗斯也不干 美国也不干 韩国也不干 日本也不干 就这种能量 不是说台湾人怎么想 台湾人怎么想 没有太大意义 他会受影响 会受国际的影响 明白吧 这种事不是台湾人和中国人 和大陆中国人之间那么提了 是外国有干预 因为你本身不能对台湾产生有效的影响 外国来干预 台湾人如果能决定很多事情 那就简单了 简单了 那样的话就没有台独了 对不对 而且你越是会台 台独越多 台独越猖獗 你自己还不想想为什么吗 还不想想为什么 统一了 统一我有这么多优惠政策吗 我能吃你这么多红利吗 我能骑在台湾人 骑在中国人脖子上吗 能指中国人骂支那吗 统一了 统一了谁 谁有这些权利 所以什么叫统一的正能量 什么叫统一的负能量 这哪活在幻想之中 你看看这帮合同 每天呢 嗤之以鼻对武统 但是自己啊 拿出来方案像小学生一样 每天都幻想着 幻想这个世界多么美好 我们多么强大 行啊 等你用中国有一天统一宇宙了 那正能量就够了 没人敢跟中国说 台湾问题了 台湾问题也不重要了 你都统一宇宙了 是不是 还是我之前的观点啊 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 是全世界利用台湾问题 压制中国和中国讨价还价这个筹码 台湾也知道 台湾如果真的为中国好的话 就不会有什么 现在这个想法 国民党啊 自称是中国人的国民党 你看都打台湾牌 配合着美国 你更别说那些民进党啊 或者是未来的年轻一代 去过台湾都知道 那年轻一代对大陆人没感情呢 你记住啊 他们跟大陆人是没感情 他不把你当成台湾人 当成自己人 他把自己当成什么 当成我们是台湾人 所以越往后啊 我觉得这种正能量 只能是越来越少 看我频道我就说点实话 我不像那些有些人 天天在那念着稿吹牛逼 给你他妈洗脑 说点实话 去过台湾都知道台湾怎么样 你就现在你打开油管 你自己看看台湾人对大陆人 台湾的那些政府 对大陆的政府 都是想吃你 管你叫同胞目的 也是从你这儿拿好处 例子面前嘛 谁跟你是同胞 统一了 统一这些例就没了 我告诉你 越是中国以后啊 经济越来越发展 世界第一了 你看着吧 台湾问题越是中国棘手的问题 你有钱了 你付钱了 我们还没吃上饭呢 是不是 你看着吧 那些原来跟中国称兄道弟的小哥们啊 逐渐逐渐也会跟台湾有点交易了 对这个人世间事就是这样 你受穷的时候 穷哥们 是不是 可能帮帮你 是吧 前面有美国呀 美国太他妈欺负人了 咱们几个抱团 一起对付美国 你出人头地了 你有钱了 你成美国那么富了 咱们穷哥们 我还受着穷呢 你是不是得给我点帮助 不帮助啊 哎呦 我找台湾吧 我觉得到时候啊 正好相反 负能量会越来越多 特别从地缘政治角度看 我觉得连俄罗斯啊 现在俄罗斯和美国 为什么 他不玩台湾牌 俄罗斯 很简单 有美国在 美国给俄罗斯压力 他打台湾牌 中国也给俄罗斯压力 俄罗斯不傻 但是未来呢 美国成世界第二了 中国成世界第一了 俄国也认为 中国对俄国产生威胁了 俄罗斯可能还会打台湾牌呢 你千万不要以为 不可能发生 我觉得我呢 应该是看的 台湾问题看的最 最冷静吧 我也不能说最客观 我实际上说是最冷静的 不给大家画大饼 把问题点出来 像这种画大饼啊 如果真像他讲的这样 我觉得也就不需要解放军了 也不需要什么军演了 中国的这个中央军委 应该看的很透啊 两手准备 我还是之前的观点吧 你超越美国GDP之前 一定要把台湾问题解决掉 至少你要有效控制 上岛 驻军 不然的话 你包括越往后 俄罗斯 什么印度 其他国家周边的 日本 韩国 看着你那么有钱 看你发展那么好 哪一个不心生忌妒啊 哪一个不想打台湾牌 到时候对两岸也不好 对两岸也不好 越早解决台湾问题越好 还是我这么认为 最快的速度 越早解决 拿下台湾 有效的控制在你手里 只要你能有效控制 不管这种控制 代价大还是小 对长远来看 整体代价都是最小的 你千万别弄到最后 跟边上的一些国家 俄罗斯啊 日本韩国也闹败了 因为台湾问题 他们也拿台湾问题来恶着你 那你中国就尴尬了 还是尽快解决台湾问题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感谢观看